那么,当然,在汉语发音的过程当中,普通话的发音当中,音节是丰富变化的,是有各种组合的,我们也需要符合一个口腔的整体的一种省力原则,但是这个省力是有底线的,我们不能够吃字吞字,所以每一个字都要让它在枣弧的这个位置上去运动,去流转。 总体来说,送给大家五个字,叫做龙潭华挂流,分别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龙就是有一种口腔归龙的感觉,我们可以结合雅加达这个词,雅加这两个字前面它的声母都是一击,是一个启齿音,也就是说前面怎么样扁扁的,但是字符啊压都是怎么开口音, 所以字头限制了它,前口腔就不可能张得很大,而压加又很想在口腔内去怎么样,发饱满,所以后口腔就在紧急状态下被迫张大,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感觉到口腔一种外景内松的感觉。 那么我们有一些人讲话,为什么累,是因为它纯不归音呢,那为什么录音的时候声音进去不好听散呢,也是因为纯不归音,所以我们要有一种纯齿这种力度,像三分之一处归龙的感觉,这样字出来是一个一个像珍珠一样圆圆润润的出来的,这个叫归龙感。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那个大喇叭,村里边播放那个大喇叭,是不是,它不归音,小的集中的,它就能够收起来就好听啊。 第二个是弹,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字音,土字要灵敏,要轻快,大家可以结合这个。 那么生活当中有一些人是,我们讲不太好的一个形容词,说是他大舌头,是不是,我们可能会觉得,其实很少有人是先天性的说是生理性结构的大舌头, 大部分是舌尖的力度不够,舌尖力度不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这样的一种方法来练习,弹发。 那么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我继续解决一下这个困惑,就是有一些孩子发音不是很清晰,可能跟他一个是奶瓶, 这个喂养的时间比较长 腐蚀介入的时间比较靠后 是有一定的关系 也就是说它的唇舌力量不够 导致它的这样一个发音 缺少这个力度 所以我们要强化它的后天的一个训练 第三呢 是一种发音的整体感受 叫滑 这个发音是从字头滑到字尾的 它整体是 对不对 归音到位 光 每个地方都很均匀的这样一种感觉 那么刚才也说到古诗词是非常好的一种滑动感 做到一个吐字归音的 见出见收 不要头重脚轻 也不要顾此失彼 好 那么 刚才其实我给大家做过一个古诗示范了 那这里呢比如说我们拿这句话 同样呢也可以来试试看 怎么去滑起来 少小 少小离家 老大回 稳稳地走 气息稳稳地走 口腔里的字稳稳地滑 相音无改 怎么样 闭毛催 现在据说好像语文课文里把它改成那样摔了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每一个字都归音到位 来 归音到位 客从 从归音到位 这样的话把字在口腔里去滑动起来 好 第四个诀窍是挂 所谓我们有一个词叫做声挂前恶 前恶在哪里舌尖可以舔到的 口腔上面的这个位置 声挂前恶是一种整体感受 是一种整体感受 也就是说我们的吐字 我们的声音出来 从小腹拉出 垂直向上 经口烟枪 沿上恶的中纵线 沿口腔上部的中纵线前行 那么这个状态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 有一些人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给人感觉不积极 不积极 声挂前恶 都从上门尺处 雕筑弹出 最后是一种整体的吐字的感觉 叫做流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都可以做到一个力图 完美的基础上 让这个句子 这个语段流动起来 而不至于死板和机械 那么流是在 垄坛滑挂的基础上去实现了 所以叫五个字 垄坛滑挂流 好 那么吐字部分 我们说了普通话 我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来正音了 我们只是找一个吐字的整体感觉 有了这个吐字的整体感觉以后 我的字音会比较圆润集中 也利于答应